我們看到華年市中央國修 那孤磊子最近常常有臭味 民眾有提出檢驗 結果說發現是附近農民用機械來做 優級鮑魚所造成的 現在看補救 阿煩 來說 華年市的中央國修 大門口對面 就是這塊農地團出臭味 如果附近幾面都不見 就連一百公尺寸的航空巳都噴到 然後還是像大便的那種那種味道 附近幾面向環保局檢驗 調查發現是很慘 這種黑色的食肥 它是機械所造的 雖然優級 但是它幾點需要煙脈 如果沒有造成糙味 它會費成法第一條開法 以費清法一千二到六千塊 環保局講到 如果找不到農民 會對救第一次接近 如果不改善 能夠按照連續出發 出發也要求農民 將疑惑通在外面的優級費 必然後潮繼續影響空氣 品質到環境衛生 記者綜合報道